从2020年开始,在加州就一定要你买这个医疗保险 如果你没有的话就会基本上会罚你钱 当然,现在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肯定要有这个医疗保险就比较安全 这一期的视频就是讲那些英文不太好的朋友 怎样找人帮你填这个表 申请奥巴马健保 申请奥巴马健保 有三种方法 第一是上网 第二是打电话 第三是找人帮你填表 别人帮你填这个表是免费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费用的问题 第一种方法上网直接填表 上这个Cowell California的网站 你点一下Apply 然后就可以看到Apply Online 然后就知道怎样做 第二种方法用电话申请 你可以打他的热线电话8003001506 或者叫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你 怎样才可以叫他打电话给你呢 那你要在第一页按Apply 之后 再按Apply by phone 再按一下 Have an enroller call you 那你就会看到这份表了 在这份表上你要填你的姓名 电话 城市 邮政编码 最重要是你要填你讲什么 语言 你可以选这个 Cantonese就是广东话 Mandarin就是国语 然后按Submit 他就会在20分钟内 就会有人来打电话给你 第三种方法 找人帮你填表申请 对于不懂英语的朋友 这个方法可能是最容易的方法 在第一页按Apply 之后 再按一下Apply with a certified Find Enrollers 再按这个Find and Enrollment Center 那接着就会出现 一个有地图的网页 在这个网页上面 打入你的邮政编码 和你说什么语言 那他就会帮你找到你附近的 保险代理人帮你填表申请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 比较 简单点的网页 可以帮你找到你附近的 保险代理人 你可以用你微信上的 数一数的功能 数一下上面的二维码 就可以来到这个网页 在这个网页上面 使用邮政编码 距离 和你需要的 语言 他就会帮你找到你附近的 保险代理人 你叫人帮你填表 那你需要带什么文件去呢 最主要的 就是供卡 和你的 收入的证明 如果你仍然是绿卡的话 那你要带你的绿卡 什么时候可以申请这个衣保呢 如果你要买 2021年的衣保 从2020年11月1号 到2021年1月31号 都可以申请的 除了这段时间之外 如果你有 以下的事情发生 都可以申请的 如果你刚刚没了份工 如果你的收入改变了 如果你没有了医疗保险 如果你刚刚搬来加州 如果你刚刚结婚 或者有了小朋友 等等等等 最后要讲一下 低收入的白卡 低收入的白卡 是用同样的方法申请的 而且是 任何时候都可以申请的 只要你的收入 符合资格就行了